花蓮炸彈葱油饼 百岁创始人扯货身亡 文明全台的花蓮美食炸弹葱油饼 创始人蔡正贵特货 伤重不治享受百岁 45年前他在花蓮市区 推车开始卖炸弹葱油饼 由于口感香脆独特 成为花蓮人气小吃 后来跟英观观客口而相传 美食节目真相报道 炸弹葱油饼也成为旅游花蓮必吃美食 蔡正贵是退伍老荣民 60多岁才娶妻 80多岁生了小女儿 她对小女儿呵护有加 怕她吹风淋雨 每天都会开车接送上下学 但天下午5点多 她开着红色小课车到校门口 一次无将油门当刹车菜 失控撞上白色轿车后 又冲上学校围墙级路数 导致车头全汇 蔡正贵全身多数开放性骨折 吃血过多送医不治 15岁小女儿知道爸爸撞死 伤心欲绝 她超疼我的 超疼你的 她是昨天要去站里下课 是不是 不然说就听到很大的撞击声 然后后来就 有人说车祸不治 然后我往前就看你来台车 完全认不住 来自我家的车 警方说死者并无酒驾 是否一年纪大 反应迟缓残量货 仍有待调查 斗新闻花莲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